空中计程车的商机大厂都想抢 而德国无人机公司沃尔科特9号宣布 将增资5000万欧元 而这个资金来源包括了大陆的吉利汽车 虽然沃尔科特强调 公司的创办人依旧是最大的股东 而且其他大股东还包括了 宾士母公司、戴姆勒集团 以及半导体业的公司Intel 但是引发了德国政商界的不安 他们害怕他们的关键技术 会因此外流到中国大陆 有着直升机的外形却没有机尾 这可不是一般的直升机 这款由德国无人机公司沃尔科特 研发的空中计程车 去年9月在杜拜试飞成功后 便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虽然外形酷似一台直升机 但它却不像一般的直升机 只有一个螺旋桨 沃尔科特的空中计程车 在顶部的环架上设有18个螺旋桨 除了可以令飞行更稳定之外 即使其中一两个螺旋桨出现问题 也可以确保不会发生意外 最长飞行时间为30分钟 时速可达每小时100公里 像是沃尔科特这种小公司 想要立足于空中计程车市场 首先要竞争的旧式空中巴士 和Uber等产业龙头 共享汽车平台Uber所推出的Uber Air 最多可搭载4名乘客 已被后方空位则是分成上下两层 提供乘客放置背包和行李箱 空中巴士也推出CT Airbus来迎战 以车子旧式无人机 无人机旧式车子为概念 Airbus构想 未来乘客不需要离开主体客舱 只需要按下操控钮 就能在车子和飞行器之间 无缝接轨的切换 沃尔科特作为德国的新兴小型企业 公司背后的股东 可是宾氏母公司戴姆勒集团 与半导体拒搏Intel 不过在9号 沃尔科特也宣布增资5000万欧元 资金来源包括了大陆的吉利汽车 根据金融时报报导 透过这次的增资 吉利在沃尔科特的持股 将达到大约10% 尽管外界对中资有疑虑 戴姆勒董事长康林松仍然表示 乐见伙伴吉利投资沃尔科特 成为股东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支持